你知道冰箱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吗 眼前这个长得像黑球的就是煤菌 它会让蔬菜水果变腐烂 选择一脚踢飞它 跟随冰激凌来到雪刀村长家 可惜村长年纪大了 选择跟村长学习爵士武功 既然这样你把姑父传给我 我替你去打败他 要学会爵士武功必须是天动奇才 这种人万动无异 看来我们只能选择神器 这把宝剑陪伴过多年 一定要照顾好它 宝剑配上瓶子才能打败梅金大王 选择暖宝吧 装备齐了 咱们去找梅金大王算账 大王叫我来巡山 我把毒药拌一拌 不好 有毒快躲进可乐罐里面 选择手电筒 找到出口 顺着这根吸管爬上去 来到一座银丹桥 突然 一把剑抵住了我 选择跟他拼了 原来这位高手是老兵棍 也就是雪糕村长的爸爸 我是他爸爸 老兵棍给了我一把降落伞 不过 这伞也太坑人了 我还是选择直接跳下去吧 落到了一盒罐头里面 被梅金守卫发现了 不过不用慌 咱有雪糕村长的神剑在手 轻松搞定它 就这儿 不好 这些胡萝卜已经腐烂了 快拿出宝剑 消灭它们 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来到了梅金大王的大本营 正好梅金大王饿了 选择给他送外卖 我是来送外卖的 奶油蛋糕25块半 谢谢 过期的吗 过期的吗 放心吧 连卫生许可证都没有 送进去吧 我好 选择神剑 这把剑在小独酒精里 足足泡了七七四十九分钟 杀死门军大王 绰绰有余 我好 选择把它捆起来 藏过黄金生 赶快把它封印起来 昨晚写数学作业 有一道数学题困惑我许久 堵塞了我的封印经络 现在我没有办法封印它 什么数学题那么困难 一加一等于几 这个嘛 我也不会 等于二啊 我是从被你们两个抓住的 简直侮辱我的智商 游戏名字叫 火柴人大逃亡第三季 我是爱笑 关注我 正在登星下一篇章节